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74亿元 虽然跟前一个交易日7月7号礼拜二的交易相比是减少的 但是它是比周平均量要来得多的 OTC更是气势如虹 一口气大涨了3.66点 收盘指数是173.95点 涨幅高达2.15% 成交金额887亿元 虽然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稍微的减少 但仍旧是它的极大量 所以集中市场也好 OTC也好 继续的价量齐扬 不过外资有一个小小的警讯是 由买超转为卖超 同时在融资余额的部分 昨天一口气大幅度的增加36亿元 这是这一波三月底反弹以来 那么融资余额增加金额最大的一天 这一点当然是一个警讯 另外联发科的市值已经破了一兆元新台币 那么也显现出来联发科所带动的IC设计相关类股的强势 今天凌晨美国股市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的夜盘 台纸旗的夜盘 那么是上涨了76点 同时我们也看到ADR的部分 就美国存托凭证 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 是大涨了3.11% 日月光还有中华电信 以及中华电信也都是上涨的 不过联电下跌了1.07% 这个是在美国存托凭证的部分 好回到了美国股市 我们终于要看一下 这个美国股市不停涨 而且涨不停 在我们现场的是康河投顾 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亦廷 亦廷早 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欢迎听众朋友也非常欢迎 观众朋友 YouTube的朋友们 好那亦廷我们来看美国股市 尤其是在尖牙股FAMG 或者FAMG的带动之下 气势如虹 今天凌晨的时候本来一度 因为美国昨天新增确诊人数是6万人 很惊人 可是美国股市其实 吓到了欧洲股市 没错 所以欧洲昨天是收黑的 没有吓到美国股市 怎么看 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投资人对于后续的疫情 老实讲还是有所担心的 因为我们看到说 不管就疫情也好 或是经济数据 后续的表现 其实投资人是有所提防的 所以我们看到几个现象 就虽然美股在创新高 但是黄金也突破了1800块每盎司 那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我们看传统的避险工具之一 就VIC指数的话 很奇特的就是说 它虽然在三月中的时候冲到了85 非常非常高的水平 现在大概是28左右 但感觉起来降了非常多 但是如果去对照疫情之前 也就是大概一二月的水平 一月中旬的时候大概只有11 二月疫情刚开始爆发 就亚洲开始出现疫情的讯息 然后美国还没跌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是15 也就是说现在离当时的点位的话 整个恐慌的心情大概是两倍 如果只是看VIC指数 也就是说还是有不少投资人在提防说 会不会有一个第二波的一个回档也好 或是一个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造成的 某种程度上的获利了解慢压 其实在这个金金涨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蛮奇特的现象 然后美债的殖率也是如此 大概是维持在 10.66上下 那疫情爆发正严重的时候 大概是最低大概0.5以下了 所以其实也没有反弹多少 虽然在5月6月的时候 有大概一度接近0.9 但目前看起来大概就0.6到0.7左右的时间 大概这个价格在徘徊 所以看到股市大涨 但是避险的相关工具 不管是VIX或者是美国公债 来自于黄金 其实也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低点 相反的其实以黄金来讲 是来到了1800 然后VIX跟美国公债 其实只有回跌了大概一半左右而已 其实并没有再回到疫情之前的那么的乐观 所以整个大家过来说的话 目前来看还是一个货币政策推动的一个股市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之下有办法 明明经济数据不是很理想 或是说企业的展望预期都不是太理想 中央之下的话 股价能够撑到这么高 然后Forward本益比 就是未来12个月加进获利预期之后的本益比 来到了大概24以上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准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老实讲 其实就最终回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所带来的整个市场利率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市场利率几乎是接近零了 那最传统的一个股价评价模型 除了本益比之外 另外就是股息 把未来股息折现之后的一个股息折现模式 那股息折现模式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是未来的股息成长率 第二个来说的话 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其实是市场利率 那现在市场利率这么低的状况之下的话 就会让股价的一个评价变得更高 合理评价变得相对比较高 那所以就造成说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明明我们看到一些基本面的数据也好 或是看到甚至企业获利的展望 并没有随着经济解封而转趋 稍微中心一点 不要说正面 稍微中心一点 目前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但是股价却能撑到高点 其实回归到后面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说 央行的政策压低了市场利率 资金疯狗浪 没错 我都用资金疯狗浪来形容它 当然就如同巴佩斯所讲的 水退了之后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因为现在水还没脱 现在水非常非常高 现在大概就是跟中国的洪灾一样 就是整个大水满意 盖过了任何的一个负面 地表上的一些坑洞 所以短线上来看的话 甚至是未来两到三个月 老实讲并没有看到水会退潮 甚至到年底之前 也许这个大水满意的现象都不会退潮 这就上个礼拜议庭来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其实美股这一次从三月以来的反弹 它有三个阶段 那么其实到了第三阶段 其实是让人担心 因为涨的都是一些腰股 可是很快的从上个礼拜 你就已经看到 它又回归到第一波 以科技为主 然后以防疫为主 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波的主流股 所以你才会估计说 为什么未来两到三个月 其实不会担心它 很快的崩跌的原因 是因为它又回到了比较有十几年的主流 比较有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之上 应该这么讲 但老实讲 其实美股大盘虽然这么强 但是其实并不是说 类股族群都是雨露均沾 特别是最近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们看罗素2000 就是小辛苦指数 其实很明显看到它 很明显很明显的落后大盘 罗素2000昨天收在1427点 今年疫情之前的高点是1683点 也就是说相较于疫情前高点 大概只有 还差了大概16个%左右 罗素2000都是美国的中小型格 对 那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 解释说 为什么明明经济数据这么差 失业状况还是这么的不理想 虽然有所改善 但是还是不是回到正轨的状况之下 那大盘却没有受创很重 那其实很直接的因素在于说 受到疫情充裕最大的是小型企业 如果我们看哈佛的一个外围机构 叫做Opportunity Insight 他所做的统计就是相较于1月份 小型企业目前还有16%以上 并没有复工 或者并没有继续营业 也就是说其实小型企业 所造成的失业 或者所造成的这些经济冲击 也许会是永久性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其实已经reopen一段时间了 但还是有这么多的小型企业 没有办法复工 但这些小型企业 其实并没有上市柜 并没有股票上市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反应在大盘之上 大盘之上目前主导的力量 还是尖牙股 还是最大全值的一些股票 所以你会发现说 股市所显现出来的 其实跟经济基本面 有很大的一个背离 其实仔细拆解之下 还是有它的某种程度上的道理存在 但并不会让我们因为说 股市涨到这么高 就可以去掩盖所有基本面问题 基本面问题还是相当严重 所以虽然有资金推动 然后虽然有它的一部分的理性 而这个理性里头 其实你从美国的大型类股 其实相形之下这一波的疫情 尤其是科技类股 它受的伤不重 所以它来领涨 甚至于伤对受惠 所以它领涨 其实有道理的 有它的理性存在 而美国的小型企业受伤最重 但是美国的小型企业 其实绝大多数还没有上市 所以它可能在股市上面 所反映的 没有办法真正的反映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 从罗素2000 它已经是小型当中 比较大型的 它都到目前为止 涨幅是有限 它有它一定的理性存在 但是无论如何 它脱离基本面这个事实 我们还是必须要 谨记在心就对了 没错 好 那可是这里面 其实类股上面 因为又回到了科技类股 比如说苹果又创立时新高 那达克又创立时新高 我相信很多人就问说 那是不是美国科技 还可以追呢 其实美国科技股来说的话 老实讲 至少短期 甚至到年底之前 都没有相对看淡的 一个潜在因素存在 主要是 第一个它的基本面 的确还是在成长当中 特别是这些 零引大盘上涨的一些公司 那这样说有很多的一些进程 例如说Apple的新的手机 目前也没有听到 或是也没有迹象传输 它会遞延发表 也就是说它还是如期发表 那上一代的苹果的旗舰机 其实卖的还算不差 但是很多人也在寄望说 iPhone 12 可能会引爆更大的一个买盘出现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甚至有机会 苹果会推出5G版本的iPhone 那再加上说 今年是5G原年 其实台湾也刚开台了 其实各国也是如此 就是第一波的5G手机要上市 那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波的新世代手机 上市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明明它非常贵 明明渗透度不高 但是它的溢价却很高 因为大家对未来有很高的预期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从这里面 一一的来剖析 可能美股的未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奇们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 美国股市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河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义廷 好那么刚刚呢 我们其实把美股 为什么在资金狂潮的情况之下 会完全的跟基本面脱钩 它有它理性的层面 但是它也有它 目前非理性荣景的部分 但是所有的非理性荣景 各位真的不能够去预测高点 所以未来至少目前 我们看未来两到三个月 看不出来立刻要崩跌的 这个理由在 那么我们就一一在 剖析细节的部分 美国科技股当然是 这一波领涨 就三月以来反弹 它是第一个领涨 中间曾经一度呢 那么转为其他的腰股 但现在又回来了 又回来 又回到科技为主 而且科技的强势 现在看起来 还是极强的 你是认为到年底之前 都不会转弱 至少年底之前的话 还是有一些 新的商品的题材出现 例如像是iPhone12 它的一个推出 其实市场的乐观预期 是蛮强烈的 甚至是在中美贸易战之下 其实大家也会去思考说 例如说开始去做 美国的科技股 继续回流美国的一个 长期的预期 也有必要性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也好 其实就是加速打破 全球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trigger因素 就是过去大家就是 你生产比较便宜 我生产比较贵 那我把所有厂房移过去 但现在发生疫情 只有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全球化模式 出现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一旦 例如像疫情 甚至是其他因素 造成说生产基地 没有办法继续生产 那我这个 就有锻炼危机 投产商就没有办法产出 所以长期来说的话 还是会有 回到美国生产的必要性存 当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会回去 或是所有的公司都会回去 但是这样的一个投资 在长期的资本支出来看的话 会是一个相对正面 所以你会觉得 美国科技算是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题材 对 好 除了美国科技之外呢 那其他的产业 强弱的部分 您的看法 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说 下一波 假设短期内 例如说未来的一个月内 科技股还是隐藏的话 那整个大盘的结构 那随着经济数据 或是企业财报要公布的话 会趋向一个比较 温和 比较保守 状况之下的话 其实可以去留一些 相对比较价值的股票 或是相对比较防御的股票 那大盘不死的状况之下的话 资金还是会寻求一些 类似还没涨的标的物 或是说 原先受伤很重 但有可能因为经济逐渐好转 而开始受贿的 例如像是工业类股 或是像是一些 非核心的消费 也就循环性的消费类股 那这些股价相对偏低 那还有就是能源 能源来看的话 虽然说我们还是看到 一些业颜油商 也许会有破产的因素 但毕竟油价从低点 回到现在大概 每桶40块上下 其实整体来说 能源业的一个 过利状况 也在改善当中 甚至是伴随之后的 一个经济重建 可能会有一些原物料的需求 例如像我们看 最近的一个 波罗地海省庄船的指数 其实在过去的这三个月当中 涨了很大一段 所以显现出 对基本的这些原物料需求 从原先非常非常低的水准 现在开始回到 逐渐回到中型的水准来看的话 这些类股族群 相对于大盘 它是被低估 波罗地海指数 其实是所有的原物料的 很重要的领先指标 它是运价的指数 所以说你要运输这些 大中物资的话 都需要去参考这些 波罗地海指数 所以是可以去留意 这些被低估的 那比较值得大家讨论 可能是金融股 那金融股来说的话 它一直 其实从金融海销之后 就一直低于大盘 那目前为止也是如此 那当然 有一些的措施 可能会对金融股 有一些比较松绑 在川普的政策执政之下 那如果是 民主党胜选的话 那可能对于这些松绑金融类股 的这些条款 可能又一开始收得比较紧 或是不再放松 所以金融股相对起来的话 它的负面的压力是比较大 再加上说低利益环境 对于金融股的利差扩张 是不利的 所以相较之下 虽然金融股很便宜 但是我们也不会建议 投资人放太大的部位在这边 那这就要提拜登因素了 是 我们刚刚产业面这样子 一评估完了之后呢 其实这里面影响最大的 其实就是拜登因素 现在大家觉得拜登当选的 几率非常的高 究竟呢 如果美国总统换人的话 今年年底的选举结果出炉 拜登如果当选 华尔街这边到底是好是坏 那就心里面因素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从实际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两党不管是共和党当选 或民主当选 基本上当选之后 大致上而言 其实股市还是维持正向报酬 只是共和党当选的话 股市涨幅会比较大 民主党当选会比较小 那相对起来其实对影响股市的程度比较大的 反而是两会 就是美国的参众两院 最好的状态其实是现在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共和党跟民主党各职一院 各职一会 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其实反而股市表现 其实像去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股市表现反而是比较理想 那如果两者都共和党拿下的话 基本上股市就是温和上涨 但是如果是两党都是民主党 拿下的话还是上涨 但是涨幅会相当的受限 所以它有几种组合 如果是拜登当选 然后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 这个是涨幅最小的 涨幅最好 股市的冲击最大的 冲击最大 然后他可能未来的涨幅是最小的 如果是拜登当选 但是民主共和 然后一个众议院 一个参议院的话 那这个呢 其实涨幅其次 对不对 冲击也是 应该是说 如果还是一样 就是两党各职 两党各职一院 就像现在的状态之下的话 对股市相对是有利 是最好的 然后两党都是共和党的 两会都是共和党的话 是比较不好的 中度 然后但最糟的是 两会都是民主党掌控 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影响 股市最重要的观察 最后我们要谈一下 特斯拉 这实在是 太多人问了 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 有那么多人投资特斯拉 但因为特斯拉实在是在 过去这两个星期 涨太多了 从900多块美金 涨到1400多块美金 当然今天凌晨有拉回 但问题是 像这样子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看到 它是因为赚钱而上涨 其实它就是一个本梦比 本梦比会涨到哪里 其实特斯拉来说的话 假设投资人把它看成一个 汽车股 基本上呢 它是完全不值得投资的 毕竟它的一个销售状况 或者交货的状态来说 都还是有存在 蛮大的变数 但目前 市场给它的一个本梦比 是用一个新兴科技公司的状态去看它 那它的确也有很多一些 先进的技术在手上 例如说它的一些操控 操架的一些模式 事实上是改变过去的 这些汽车页 例如说它用一个大的 一个像iPad 一个平板 就是取代了原来车上的许多按键 或者说它的一个 先进驾驶的辅助功能 当然其实传统车上 也在极其直追当中 但目前看起来特斯拉在先进 驾驶辅助功能上 有蛮大的一个领先 领先差距 大概还可以领先个两到三年 你觉得这个本梦比什么时候会被戳破 本梦比什么时候被戳破呢 很简单 就是当它开始大幅的交车的时候 那目前它的交车 其实上还是 因为它目前还是要盖下一个超级工厂 那原来是美国工厂 上海工厂陆续去加入交车 大幅交车就要回到十字面的时候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用太担心 但是当它真的实质要转换成为获利的时候 可能大家反而要小心 我们要非常谢谢 抗讨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亦婷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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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